歡迎大家收看 HM 周報 今個星期將會和大家一起看看 幾款不同特色的限定 上星期我和大家分享了 將會有珠萊極公園和變形金剛的 crossover 今個星期已經發出了官方的影片 包括由 Beast Wars 重途的 Megatron 成為了暴露 另外一個完全新模的珠萊極公園的遊覽車 香港已經開訂了 喜歡限定和珠萊極公園的朋友就不要錯過了 外國歌手新兼DJ的Jay Bovin 相信對於香港玩家來說比較陌生 但不要緊,因為它聯名了變形金剛 推出了特別版的黃色音波 香港商戶方面,暫時未見到任何動作 想要的朋友就要留意海關網站 另外一款限定,亦早前提及過的 就是這個Amazon限定的柯柏文 今次有些不同,就是 很搞笑地撞回名 叫做Amazon Prime 的一個 Exclusive 今次這個柯柏文將會採用 Amazon Prime 的貨櫃 連同運輸箱之類 都會包括一個可以變形的機械 但用什麼沒有呢,還未清楚 我們回來看看一些普通的產品 這個二銅向的 Cyberverse Bumblebee Adventure 系列 這次有一個合體系列 就有 View Jack 和鋼鎖 今次進行一個合體 喜歡玩輕便、玩具、玩具、合體的朋友 亦都可以留意這款作品 而在海外訂單當中 亦都發現了兩款新的 Premium Finish 作品 分別是馬格斯和麥加登 至於 Super 7 亦都有 最新一 Wave 的可動 變形金剛人偶 有睡眠廣泊物 火棒 隔威龍 以及加冕版的星星嬌 轉一轉過來,又回到官方的 Kingdom Wave 4 Deluxe 產品 有以下這四款的角色 亦都是早前流出的名單 亦都相當之符合 再來有網上流出的 Studio Series 官圖 分別有電影第二集的 George 這個大黃蜂 還有Badlock 大電影的掃蕩隊Sweep 做了一個對比圖 暫時看到拳頭和頭頂的顏色 有點不同 那邊箱有官圖出現 另一邊箱已經有玩家 得到 Studio Series George 的實買手 同樣地,亦都有Size Swipe 這兩款亦都是來自 Revenge of the Fallen 即是電影第二集中的造型的角色 日版方面亦都比較安靜 有 Premium Finish 的 Opperman 的官圖 其次還有麥加登 不過也是舊圖 之前已經發過,不再重複了 今個禮拜,弟弟的官方Review 就有這個博派的方舟 如果你還未買的話,真的不要錯過 因為方舟是一個很棒的變感玩具 其次預告下個禮拜 有這個 Gritman 還有這輛大車 由本集起,H&M 周報 就會改為星期一發佈 因為發覺星期六都會有新聞發佈 需要時間整理 所以需要延期 如果這個改動令你產生任何不便 請多多包涵 弟弟先跟你說聲對不起 因為製作影片絕對不簡單 也感謝大家一直以來的觀看和支持 喜歡的話,記得訂閱、按讚和開啟通知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拜拜